中心网北京2月7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 该局近日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一级文物西州风行书轨 1月28日文物在转任护送下 达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安全运抵北京 结束其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归祖国怀抱 40年前被盗流失海外 风行书轨于1978年 在陕西省宝基市浮丰县法门镇一处西州晚期青铜器轿藏出土 通高18厘米 口径21厘米 腹身12厘米 重6千克 腹骨 脸口 上腹是益州窃屈纹 腹下部是瓦能纹 圈足下皆授手三扁足 双耳上端均是卷鼻授手 是典型的西州青铜器形质 具有简洁而庄重的时代风格 词轨内底著有明文三行十八字 韩仲文两个风行书作搏击尊轨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书法艺术精湛 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州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 1984年11月被盗流失海外 2023年1月 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获悉风行书轨现身美国纽约 第一时间启动流失文物追索程序 联合公安部指导地方文物和公安部门 迅速开展相关证据搜集整理 同时与持有人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充分沟通 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了解到文物背景后 毅然决定要做正确的事 同意无条件将文物返还给中国政府 2023年11月 中国驻纽约足领馆 代表国家文物局 接收和暂存保管风行书轨 文物到京后 1月29日 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实物鉴定 并与历史大案照片 踏片资料 反复比对核验 从造型风格 装饰工艺 明文书体 秀实面貌 伤财痕迹等方面综合判定 该轨式风行书轨元器 为一级文物 中美两国人民 友好往来的生动故事 为包养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的一举 彰显中美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和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成果 2024年1月 国家文物局和中国驻旧金山族领馆 在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 现居地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共同举办风行书轨返还仪式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在仪式上做视频致词 对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 以及为促成回归的相关各方表示感谢 李群致词中说 风行书轨的回归 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共识的重要成果 为促成更多文物返还原属国 提供了积极示范 也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力证 中美两国自签署防止中国文物 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 谅解备忘录以来 有许多像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 这样的美国民间友好人士 通过实际行动 助力流失海外 中国文物 回归祖国 这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生动故事 为不断拓展中美文化遗产保护和人文交流合作 注入了动力 打击文化财产 非法贩运 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需要世界各国同行和社会各界 采取共同行动 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介绍了风行书轨相关情况 并再次表达了希望让流失文物尽快回归的强烈愿望 同时 对各方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 深切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助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决心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代表国家文物局向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颁发捐赠证书 表彰其对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贡献 张建民表示 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记忆 是中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美建交45周年之际 风行书轨的回归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 有助于加强中美友谊 并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树立典范 以促成15批次504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 从美国回归 我国高度重视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 积极参与推动引领相关国际治理 于1989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 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文物局通过国际执法合作 国际民事诉讼 外交谈判 协商捐赠等形式 促成1800余件套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 激发公众爱国热情 坚定文化自信 中美于2009年1月14日 首次宣署 中美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 谅解备忘录 其有效期 从今年1月14日起第三度顺延 谅解备忘录 是中美文化遗产政府间 合作的重要文件 至今已促成15批次504件 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 国家文物局 直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北京鲁迅博物馆等相关单位 与返还仪式结束后 迅速启动风行书轨回运工作 北京海关 首都机场海关 为文物入境提供绿色通道 中国民用航空局 直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有关协助 国家文物局将事实组织开展文物保护 研究 宣传和展示工作 充分挖掘文物价值 切实加强文物保护 以后 提侯